前两天晚上我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那个偷了一年多人的老公 现在已经回家陪他和孩子了 而且这不是马上要过年了吗 以前每年他们都是回公婆家过 这次他说要回娘家 他老公也主动订了票 还买了一大堆的年货 要带给岳父岳母 他是怎么做到呢 二一年年底的时候 他发现老公变心了 他的想法就是 离不离婚的都可以 只是家里的公司 是他和老公一起做起来的 后来生意稳定了 他就回家做了全职太太 所以他不想把公司拱手 送给那个人 为了拿回公司 他先把家里的资产搞清楚了 还把能坐实老公是过错方的证据 都给弄到手 然后他直接把离婚协议甩给老公 让老公把公司股份分给他 不分就离婚 他老公一看离婚 他要分走这么多钱 等于这么多年白干了 就不同意离婚 股份分就分了嘛 反正也是两口子 只要不离婚 都是共同财产 然后呢 股份他拿到手了 男人还是不合外面的分 什么 他是业务骨干了 走了以后会伤害公司的利益呀 反正就是这么一套说辞 我这个朋友啊 一听老公说 既然这个女的是业务骨干 那好办啊 我现在是股东了 我得对公司尽责 我就得管公司了 所以他请了家庭教师 管孩子学习 自己天天到公司上班 公司毕竟是他自己一手 跟老公做起来的嘛 所以上手很快 三下五除二的 就把客户呀 供应商呀 什么的 全都握在手里了 搞定好之后 直接啊 就要开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肯定不愿意嘛 闹呀 威胁呀 还说要公开他们的关系 让他和老公都没有面子 反正就是那种 你让我不爽了 我就闹得你们狙遣不灵 在这里 让你们也待不下去 他老公呢 就觉得特别为难 觉得自己会被毁掉 就跟他老婆说 你这么做 是要逼死我吗 我这个朋友 听完这话以后 也就摊牌了 他跟他老公说 我没想要逼死你 是他要逼死你 但是 是你跑过来说 是我的问题 你和他的事情 公司的同事 和我们的活作伙伴 都知道了 只是大家不说而已 你还说 我让你丢面子 你把你和我们的面子 早就已经丢尽了 但是我们俩 毕竟是夫妻 是一家人 我们两个 还是一起开公司的 他要敢公开什么 我们完全可以告他 他该赔钱赔钱 该坐牢坐牢 客户你也知道的 他没有能力带走 所以你现在找这些理由 压根就是 你不想和他断吧 那既然你那么喜欢他 我成全你们 咱们明天去法庭 法庭见就可以了 你要不自己 请个律师吧 对了 给你女朋友 也请个律师 你给他花的钱 都是我们这个家的 所以我肯定是 要要回来的 就怎么一通 说完以后 他老公一听 全方位 给堵得死死的 就最后 干脆站在老婆这一方 两儿一致对外了 然后这个男的也发现 他老婆真的是一个狠人 说到做到 还想着明白 也不可能继续变下去了 就老老实实回归了 所以我跟你们说 男人背叛你 你就得铁血手腕 而不是哭哭啼啼的 因为他伤害你呢 你必须自卫反击 不能拿他犯的错 再伤害自己 把他搞回来 他对你的伤害才会停止 然后你再想着 恢复和重建你们的生活 或者回来了 你再把他甩了都行 保护好自己和孩子的利益 你就赢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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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